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早起了臨的天空 今天是人物展映 人物展映會介紹一系列的 基督教思想家 第一個出場和大家見面的 就是馬丁路德 是1483至15460的人 內容主要是參考 大家在圖中看到的 《基督教大思想家》 這本書的作者 就是Hans Kuhn 也是一個很著名的 學者 我們就抽出 內容中的節錄部分 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圖書館 或者去一些書室 都可以買到他的大作 本集的內容分為五方便 大家可以停一停 看一看 我們進去 首先我們看看 為甚麼會有路德宗 教改革這件事 我們看看 馬丁路德的 改革所關切的東西 幾乎是沒有一張新的事 只不過是以往時機一直都不成熟 而現在時候到了 需要的只是宗教天才 來將這些關切的匯種起來 數之於文字和親自去代表他們 而路德正是這個時代代表人物 宗教改革發生之前的世界史裡 有哪些因素 準備了這場典範轉移 簡短的說 第一 教宗對世界統治的崩潰 東西方教會的分裂 然後是兩位以後的三位教宗 包括阿維隆的羅馬和彼薩的教宗並存 以及民族國家法蘭西、英格蘭和西班牙的興起 和這些事情有關 第二方面 當時的改革會議 包括康斯坦茲、巴塞爾、佛羅倫薩、拉特蘭 在這個改革教會和首領和成員上並不成功 第三個原因是自然經濟被貨幣經濟取代 而引策術的發明和對教育和聖經的廣泛需求 亦令到當時出現宗教改革 而第四方面是當時教廷的絕對集權制 失控的財政政策和對改革的頑固抵抗 為重建聖彼得大教堂而出售所謂的贖罪券 這些在德國都被視為羅馬教廷剝削的頂點 這裡可以讓大家看看當時的情況 接下來我們看下去 羅馬體系導致某些惡劣的情況亦十分明顯 例如教會、機構的倒退 不得不徵收一些利息 而教會是免納稅收並且獨立司法 教會是壟斷學校、提倡黑土生活 太多的教會節日等等 而第二方面是因為教會和神學充滿了教規法典 而大學、科學、例如巴黎等 日益表明明白自己的 是可以與教會抗衡的批判性權威等等 另外就是連富有的貴族主教和修道院都極為世俗化 由於獨身的壓力而帶來的虐待等等 亦都由過多未受過教育的和貧苦人構成的無產階級 另外就是對教會的激烈批評 例如威克里夫、Wilcliffe、胡斯、Hughes、馬西流斯、馬斯利亞斯、奧卡武和人民主義者等等 而最後就是群眾裡有一些可怕迷信 他們經常採取一些狂熱的 例如天啟形式的宗教神經過敏 又或者外在化的禮拜式 以及成為了法律條文的大眾前徑等等 對於一些不願工作的收視和神職人員的仇視 還有城市裡面有教養的人的不舒服 以及德國被剝削農民的絕望等等 所有這一切對於中世紀神學、教會和社會來說 都意味著深刻的危機 而且人們還感到無力去應付他們 接著我們看看人們如何在上帝面前清義 究竟路德是怎樣的看法 我們看看 事情是何時走到這一步的呢 由於在一處的狂風暴雨裡面 如果大家有聽過路德的故事 馬丁路德 話說在一個狂風暴雨裡面 他有一個很深刻的感受到死亡的恐怖和威脅 由於他不斷為自己能不能夠在最後審判裡面 在基督面前暫立得住 他時時都感到很焦慮 而當路德22歲的時候 即1505年 他就不顧爸爸的反對 他爸爸是礦工和一個練童工 他入了一所的修道院 但是這位忠誠地遵守規則 和很關心事工成義的奧古斯丁派修士 他何時成為一位遺信清義的激烈改革者 歷史學家爭論說 他向改革運動突破的精確時刻終於來到 就是因為他自己的個人經歷 而修哥和阿歸娜很相似的哲學和神學上的經院式訓練的奧德 他只是陷入他生活中的深刻的危機感 這種焦慮令他在當時 並沒有為他解決任何問題 而且還使其中一些問題更突出了出來 因為他以極大熱誠去投身當中的修軟 乾敬的事工 例如唱師祈禱、彌撒、金色、悔罪和苦行 這些都是當時奧古斯丁派修士應該做的事 而這些一切並沒有解決到他個人得救 或是被就座的問題 所以這些問題對馬丁路德一直是非常困擾 在一次對上帝恩賜公義的突然直覺體驗中 就是路德在他的良心危機中 突然明白了罪人稱義的一種心理解 不理這個向改革運動的突破 到底發生在哪個時刻也好 在1518年的上半年 就是向改革運動的轉變 就是這樣發生 然後我們看看宗教改革的綱領 究竟有什麼特別 我們抽出一些東西和大家分享 在1520年 是教會政治突破的一年 也是路德的神學突破的那一年 而宗教改革的偉大綱領的著作已經寫成 而路德雖然算不上是一位細心構造神學系統的一個人 但他卻可以有把握 按照形勢的需要而提出神學計劃 並且有效地將他貫徹到底的人 我們看看他的綱領是怎樣 第一 這一年的第一篇著作是他的長篇講道文 叫做《論善公》 在1520年開始寫的 對象是社會教會的社群 而寫作方式和他的講法都是一些光領式 不如說他算是一種開道式吧 文章在神學上具有根本性意義 因為路德處理的是他的基本問題 即是基督教存在的問題 而這些信仰和事公的關係 信仰最深刻的動機 和由信仰而來的實際結果 他用十戒講明 只是令上帝有榮耀的信仰 才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礎 善公只可能 而且也只應該是來自信仰 而第二方面 第二篇著作的對象就是皇帝 諸侯和其他貴族 他們討論德國民族的重負 而激情揚逸去呼喚教會的改革 文章也是用本地語言寫的 最有名的就是 《智德意志基督徒貴族書》 是1520年6月寫成的 在這篇文章中 魯德發動了至今為止 對於教廷禮制最尖銳的攻擊 而指出他用三種自以為是的權利 包括羅馬人之牆 去阻撓了教會改革 而其中說到精神權威高於世俗權威 第二就是只有教宗才是聖經的真正解說人 第三就是只有教宗才能召集宗教會議 而一個全面而詳盡的28點改革論道被設計出來 而前12條要求是關於教廷改革 而放棄統治世界和教會的要求 德意志皇帝和德國教會的獨立 廢棄各種形式的教廷剝削 接著討論的就是一般的教會生活和世俗生活的改革 而修道院的生活 神職人員的獨身、淑罪卷、安寧彌撒、聖徒節日朝聖 或者托撥修士會、大學、學校、照顧窮人、禁止奢侈 這些都已經有盧德關於所有信徒的祭司職份 以及教會管理方面的綱領性論述 而在盧德看來 教會管理工作的基礎是受委託而公開行使 所有基督徒都應該具有祭司的權威 即所謂信徒皆祭司 而第三篇他的寫作是寫在1520年的晚霞 對象是學者和一些神學家 所以是用拉丁文以正式的學院派方式寫的 他講到一篇文章叫做《教會被奴於巴比倫》 這些也許作為注釋家的路德所寫的唯一一篇 是嚴格的系統神學著作 而討論的是關於一些神聖的事 極負於一些爆炸性 因為它涉及羅馬教會法的基礎 而路德認為這些聖結的事本身 是由耶穌基督本人的應許和象徵而構成 如果我們真正嚴肅採用傳統的標準 就是由耶穌基督本人設立 這樣就只有兩件稱為聖的事 就是洗禮和聖餐就能夠成立 所以很重要就是改革中之後 一般的教會 尤其稱為Protestant 即是新教教會 只存留最重要的是洗禮和聖餐 如果加上告解 亦最多是三件 其他四種 譬如堅鎮、神品、分配、忠賦等 這些是虔誠的教會習慣 但並非基督所設立 他很清楚說出天主教裡面 這些多了出來的東西 而露德還對這些聖節的事情和習俗的改革 提出了很多很實際的建議 就是從用聖杯給平信徒 令聖體到離婚的無辜雙方的再婚等等 他也提出了一些論調 我們再看一看 另一方面在第四篇著作裡面 論基督徒的自由 他發表在秋天 他發展了第一篇著作的思想 並且用兩句說話來總結 他根據哥倫多前書9章19節 去理解誠意的問題 什麼是誠意? 一個基督徒是一位主宰一切的自由者 不服從任何人 從信仰上來說 是根據內在的人 而一個基督徒是一個對一切都有服侍責任的人 服從所有的人 而從事公上來說 根據外在的人 正是信仰令人成為自由者 從而可以服侍別人 簡單來說 基督徒是一個自由的人 他不需要特別服從某些某類的人 我想特別是指天主教裡面的教宗 教皇等等 所以這個對於當時的天主教裡面的內部 是一個很震撼的看法 因為他們一直是聖品人 或者教宗的權力很無上 所以這個對於他們來說 都不是一件容易和簡單的事 好了 我們就跳下去 他的內容其實很多 很長的 接著就跳下去說到 就是路德 在宗教改革裡面有什麼地方 是Hans Kuhn 覺得他是對的地方 是什麼呢 我們看看 他對的地方 路德的基本立場 能夠得到新約的支持嗎 Hans Kuhn 問過一個這樣的問題 他說他可以根據 他自己以前在清義論方面的研究 試著提出一個答案 他關於清義論的基本論 就是唯有通過恩典 唯有通過信仰 以及人同時是異人和罪人 而確實得到新約的支持 尤其得到在清義學上 講起的決定性作用的保羅的支持 這個Hans Kuhn 就簡單地用一些關鍵詞 去說明這一切 第一 他講到清義這個問題 我們看看 在這個路德 他是這樣看的 根據新約 事實上 並非一個具有超自然起源 並發生在人類主體裡 從生理上來理解的過程 即是在說清義 而是上帝的決定 清義是上帝的決定 即是與人無關 上帝不將人的罪 歸咎於不信上帝 而是宣布人在基督裡為公義 這樣做 也可以確實使人可以成為公義 即是只要有上帝的判決 第二方面 他如何看見恩典 根據新約 並非指導靈魂的性質或品性 即是恩典 也不是連續注入靈魂的實體 和觀能之中 有一系列不同的準物理性 超自然的存在 那恩典其實是什麼呢? 當然是推翻當時的想法 他認為恩典是上帝活生生的持恩 以及色意 珍惜的色 是上帝在耶穌基督裡 啟明的個人行為 正是以這種形式 恩典決定 並且改變人 簡單來說 即是需要有上帝在耶穌基督裡 才能經歷到的一種行為 一個改變 接著說信仰是什麼呢? Fave alone 根據新約 不是指導一些理智主義者 相信真理是真的 即是你說自己相信 這不是信仰 而是全身 全心 對上帝的信賴和幸福 這才是真正的信仰 而上帝並不是根據人的道德成就 或者是恩慰來稱人為義 所以信仰是無法在愛的事工裡顯明 而仁清義之後仍然同時 是需要重新赦免的罪人 他們只不過是走向完善 簡單來說 即是我們誠性需功夫 都是需要有一段的日子 不是一下子 那就誠性 好了 接著我們看一看 首先 宗教改革的初始激情 原來很快就衰退了 聚會生活 時時都開始缺乏活力 很多還沒有準備好發揮基督徒自由的人 在羅馬體系崩潰時 亦都失去了一切教會私事 甚至在路德陣營裡 很多人都疑惑 是否宗教改革使人 真正變得更好呢 而且 藝術除了音樂之外 的貧困也不用忽視 即是說 一個風潮起的時候 有時候 是甚麼繼續承諾他呢 令我想起 好像 在十幾世紀的時候 譬如說 有一些 教會復興時代 也是 他們好一段日子 信徒因為讀聖經 因為祈禱 靈性得到大復興 但能夠持續多久呢 其實要看回敬虔的實意 或者各方面的配合 以及神在這些事上 人各方面 看看神是怎樣 另外 宗教改革正面臨 日益增長的政治抵抗 在毫無結果的 1930年 奧格斯堡帝國議會之後 皇帝拒絕了梅蘭希頓 為主要起草者的調和 奧格斯堡信經 而宗教改革 就在30年代裡 不單是首先鞏固了自己 在以前的領土上的地位 而且還拓展到 從維藤堡到布蘭登堡的 新領域 可惜 而到了十六世紀 40年代 查理五世皇帝 由於為外交政策 和國內不斷想調停的企圖所困擾 而終於與土耳其和法國達成停戰 既然路德派已經拒絕 參加特倫托大公會議 因為這是宗教 在教宗領導下 而皇帝最終覺得自己的力量 已經大到足以和新教徒 強大的 因此 司馬爾卡爾登同盟進行軍事衝突 即是有些政治因素 令到這個運動 或者改革的風潮 受阻 或者慢慢淡然 還有 就是因為新教的勢力 在第一次宗教戰爭中被擊敗 當時的司馬卡爾登戰役中 羅馬天主教體制全面復辟 除了在神職人員結婚和平信徒 用聖杯上讓步之外 在侯莫里茨的轉變陣營 他與法國秘密結盟 迫使到教皇在1552年 在殷斯布魯克的一場衝突中逃走 結果使到達倫托大會 大公會議中中斷 使到新教運動 免於滅頂之災 所以你看到 可能你聽的時候 會覺得很多字都不清楚是什麼 但我覺得簡單來說 當時的教皇和體制 各個都有自己 原以有的利益 當一個新教來的衝擊 他們要保住自己的時候 會有很多阻撓 所以不太容易 而德國在舊信仰地區 和奧格斯堡信經地區之間的信仰分裂 而終於在1555年 奧格斯堡宗教和平中 又離合 從當時起 佔統治地位的 不是宗教自由 而是在哪一個領地 信奉哪一個宗教的原則下 如果有人不屬於 新舊宗教的任何一方 他亦不可以在 和約 保護之列 所以你看到 本來是一個 裡面有原因 根據聖經 如何進行一些改革 後來就搞到 這個政治勢力 哪一個話事 那邊就佔上風了 就是這樣 那我們 這裡就是看到這裡了 希望我們接下來 還有四位大思想家會出場 希望大家都繼續收看 好 好 好